红叶疯了 不是 红叶红了 咱们上次聊到在北京赏红叶去哪 什么时间去河市 很多朋友都提到了一个地儿 泼丰岭 那他什么时候去河市呢 这个掐指一算 就每年的10月中旬到11月 这不就是现在了吗 有一说一啊 泼丰岭的红叶这几年是真火 而且那真的不错 和香山的门票便宜 缆车贵不一样 它是门票贵缆车便宜 门票是50 然后老人和孩子可以享受半价 也就是25块钱 然后缆车是您下山的时候 可以坐缆车 30块钱 我建议您徒步上山 坐缆车下山 这样不累 爬山的过程嘛 两个多小时吧 哦对了 下山之后还有可逛个地儿 就是李莲英和曹坤的别墅 是不是有点意思 泼丰岭景区的营业时间 是早晨的8点到下午的6点 下午4点半的时候 就不能入园了 另外在山脚下 有和乐面可以吃 如果您去之前没吃饭 可以先在那点吧一下 扑丰岭的红叶主要是两种 一个是三角峰 还有一个就是黄炉 在这个景区里边 有一个黄炉王 大家一定要去找一找 又是一年红叶季 车和远方 祝您玩的开心